一腾美成能不能给个痛快 孙颖莎 要不你怎么能绝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哈佛学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加评论 谢谢大家 2019T2钻石联赛新加坡战 女单决赛迎来两位零零小将 一腾美成和孙颖莎的对决 孙颖莎半决赛 战胜王曼玉进入今天的决赛 一腾美成半决赛 战胜韩国一姐田智希进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田智希八进四爆了 战胜了陈梦 首局双方就展开激烈争夺 从二平战至四平 孙颖莎也是多次战胜伊藤 但结果也不轻松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 2018瑞典公开赛女单决赛 孙颖莎也是苦战七局 决胜局孙颖莎七比十落后 实现逆转 让伊藤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伊藤2018崛起 可以说是对中国选手的威胁最大 他的特点是反手生交 速度快 打出来的球比较沉 给对手极强的压迫感 伊藤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调节能力非常强 就算一局被打得稀里哗啦 他也会想办法 扭转被动局面 这实在有些可怕 你不知道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发挥 有一次 伊藤和王曼玉的比赛 解说嘉宾就说 对于伊藤这样的选手 千万不能大意 领先也不能大意 他的花招还是蛮多的 确实陈梦有一次比赛 就是九比一开局被伊藤逆转 所以孙颖莎还是要压住伊藤打 把他气势压下去 要不然伊藤这种响赢的欲望 会特别强烈 打顺了也是打哪 都有 首局孙颖莎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 11比7赢下首局 第二局 双方比拼的还是十分激烈 尽管伊藤打得很凶 但孙颖莎还是可以扛住伊藤的进攻 这就是中国女拼的可怕之处 就算对手超长发挥 依旧无法突破女拼的后度 第二局 孙颖莎打得很轻松 11比3 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 伊藤还是采取搏杀 据说 伊藤从小就有个梦想 就是长大能够战胜中国选手 伊藤的确也做到了 2018瑞典公开赛 伊藤八进四战胜刘诗文 半决赛又战胜丁宁 决赛横扫朱宇林震惊拼弹 自从那以后 国拼就开始针对伊藤的打法进行研究 伊藤一度成为国拼主要对手 其实伊藤的强势崛起 也是件好事 它促进了女拼更加强大 第三局 伊藤强势反弹 6比1开局 伊藤抬手就打 这就是 伊藤这回被他打顺了 怎么打都有 这就要看孙颖莎能不能及时止损 面对困难的情况下 能不能打出自己的节奏 加旋转打出了点变化 抑制伊藤的快速上手 2比8落后的孙颖莎 开始加旋转 打落点 连得3分 也是逼迫伊藤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伊藤发球打出落点 得分9比5领先 孙颖莎手握发球 如果 孙颖莎拿下自己的发球分 还是非常有希望逆转这局比赛 孙颖莎 还是没能拿下2分 一得一失 这样 伊藤10比6 手握4个局点 伊藤发球 发了个半出台 孙颖莎拉球失误 伊藤11比6 扳回一局 扳回一局的伊藤 在第4局 就打出压迫性的球 快速拍打 孙颖莎 也是扛住 欲化解被动 还是被伊藤 打出落点得分 伊藤的气势份 又给他带来一个运气滚网 伊藤取得2比0开局 孙颖莎 顶住伊藤进攻 把比分 扳平2比2 伊藤这局的落点控制非常到位 导致孙颖莎上手失误 伊藤也是不放弃 面对孙颖莎的进攻 严防死守 孙颖莎打出落点 双方又站至4平 两个人都是进攻型选手 谁能打出刁钻的落点 有效抑制对手的进攻 就成了制胜的关键 双方的心理素质都是非常过硬的 胆打胆拼 都是一本致命 双方又站至6平 这局 双方是较上进了 孙颖莎第二局的优势 全无 现在就看谁的失误更少 谁就有机会赢下这局 6平过后 孙颖莎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和伊藤比快 这一块 就打到伊藤的节奏上去了 生交就喜欢你快 孙颖莎 也是连丢2分6比8落后 伊藤手握发球又领先 出手快准狠 伊藤又得2分 10比6拿到局点 孙颖莎发球反手加赚伊藤回球出界 孙颖莎晚就一个局点 孙颖莎第二个发球也不错 孙颖莎也打得非常强势 无奈 伊藤又来运气擦边 11比7带着第4局 双方前4局打出2平 T2钻石赛前4局采取11分制 4局过后采取5分制 谁先到5 谁就赢下这局 不存在11分制的 打到10平还要连赢2分才算赢 这是对运动员的心理抗压能力和对关键分的把控的重大考验 也是对正在看此视频的你 你的心理素质考验 如果你看到最后心里没有任何波动 那恭喜你 你的心理素质绝了 伊藤连板两局 气势也上来了 孙颖莎的优势也被缩小 孙颖莎关键时刻不手软5比3拿下 强5大战首局 大比分3比2领先 第六局 双方开局 各得1分 一平过后孙颖莎发球伊藤贴住 孙颖莎反拉 伊藤快弹打出节奏 孙颖莎反拉失误 伊藤运气不错 又出现擦网 孙颖莎二次发力失误 孙颖莎被动1比3落后 孙颖莎重拾信心 强势反攻又把比分扳平 三平过后 双方又展开落点攻防大战 孙颖莎侧身加力打落点失误 比分来到3比4 伊藤发球两人 又打出精彩对攻 伊藤还是在节奏上压制了孙颖莎 伊藤5比3板回一局 双方前6局大比分打成三平 来到第七局 决胜局的大比拼 可以说伊藤拼得非常好 也是给他带来多达三个运气球 第七局双方这心理素质绝了 都是一板过 伊藤2比1领先 孙颖莎发球果断出手 两板正手抢攻 双方战至二平 双方都不示弱 上手就是致命一击 双方又站至三平 胜负难以预测 考验大心脏的时候到了 伊藤打破僵局拿到赛点 这把压力给了孙颖莎 孙颖莎发球顶住伊藤进攻 一板漂亮反拉把比分追平4比4 伊藤握有发球权 伊藤发球侧身扣杀 不过这球出界了 孙颖莎再次惊险胜出 伊藤每每关键分领先 又握有发球权 却赢不下比赛 输了球的伊藤也是心有不甘 但孙颖莎就是喜欢这种刺激的比赛 球迷们你们说伊藤这回是不是有了心理阴影 球迷们你们还喜欢看谁的比赛 评论区留言 我随时为你们奉上 我们下期见